你知道十号一共修出了几道仙气吗 众所周知 仙气是衡量初代天骄 或是古代怪胎真正强大的标准 凶巢的哲仙 只是修出一道仙气 就能独占四位同阶初代 十号在那时就已经下定决心 也要走出这条所谓超越前嫌的路 如今十号正是迎来修仙气的机会 用两千多条青石路 到火焚烧几身 即将踏出一条非凡的路 他因此引来诡异生灵的灭杀 十号融合了两种宝竹才取胜 好不容易凝聚出仙气 但却离气散开 直接融入了十号的体内 因为这道仙气乃是母气 也被称之为使气 是不可得到的仙气 他会自行顿走 一旦尝试拘进这道使气 极有可能玩火自焚 生死到消 好在这道使气会留下烙印 可借此修出母气之外的仙气 而十号正是在这种烙印的基础上 继续用三千道火焚烧几身 继而成功修出了第一道凝食的仙气 之后又在寒介一万道火断道 修出第二道仙气 在神火镜达到大圆满 是坑沙天神 一起入最强天节后 修出了第三道仙气 也因此 十号正式进阶真神境界 加之他体内的那道使气 并未真正顿走 故而 他最终拥有三道仙气 要知道在乱舞纪元 已知的年轻一代中 拥有仙气最多的 就是三道而已 而十号修出三道仙气 一道母气后